悟空嗎? 有這隻? 雷格! 我記得比賽的時候是不會觸發那個 賞金 這是那個 甚至仇恨任務 我記得比賽是不會有的 哇雷格! 假的 那另外一邊 立凱拿最多的英雄 賈克斯 真沒想到欸 竟然還能看到這個 對戰組合 我記得上一次 好像是 我記得是 MSI好像有看過一次 好像是我記得是River拿出來的 我覺得雷格爾這一把 就是他跟這個勒布朗 他要做到一個雙刺客刺殺 好像有點難欸 潔力本身這個機動性還蠻好的 當然也要看線上 有線權的話他是可以進野 有草叢的地方雷格爾就是強 但下路這個一等的換血 換起來反而是 Karis把自己的半血給換掉了 Karis只有帶上獵地衝擊 下路是推的喔 就看這個獅子有沒有進野的想法了 中路也是推的喔 是 那看到YNA上三攤準備要刷完了 但他的走向 不像是要往對方的野區走的感覺 沒有沒有這進對方下班 就是可能刷完紅之後 然後配合自己能夠推線的牛 然後進對方下班 找機會打架 但不確定有沒有掌握到 就是自己的六野被插眼的這個訊息 如果知道的話 那等一下這個進野就可能 可能要稍微繞一下 但位置被找到了 這裡如果沒有進的話 可能就是穩穩的六攤刷完之後 然後看 利用線上的優勢拿下和血 就也只能做到這樣 上路快打到血 上路快打到血 要出事了 剩一下 按閃嗎 這裡就會變成閃換閃 但這樣子血量打到這個 賈克斯下一波 反擊風暴有機會拚散 欸來了 來了塔下 但是反擊風暴沒了 直接撲到了空運的臉上 1st blood 被Limus拿下 那現在持續的追擊 殘女子已經跌到了 在這時候116的一波閃暈 但是Limus有進化瞄解 反而是116被練在了原地 Limus 100D但是被一個狩獵拋神 拋住116 沒有成功換掉 反而是Limus 再拿一個人頭 那這把 以開局來說的話 Team Place就是跟上一把來 比起來 就是有一個比較不錯的 至此好前幾沒有比較瘋 但空運來到了下路 勾到了Akia 回頭敲了一個列地出來交閃 有點難度 但不過是Daystar跳了上來 想要嘗試練一下 但是是 練到了泰菲爾的身上 這個 節奏很慢 你沒有很快速的提數啊 因為你這波其實 丟玉石的賈克斯 如果旁邊沒有卡麗絲 或者是納蒂伍斯的保護 他是不能守塔的 中路又一次的大絕互換 我站這邊 直接 名牌走出來 116是有閃的 他是個直接的 哇 敲閃 他是個直接的人啊 反而扛到一下塔周 自己被空運給黏到 反而是Daystar 沒有辦法支援到 Why not Why not倒了 他是做的比較少的 這個團打起來 如果116有靠的話 喔 先消毒先扁起來 那咒與暴風 躲掉了前方的終極 喔 字直開大了 跳 喔 直接跳到了空越點上 有板中有一個雙塔接練 過來樂意印記 掛上Daystar擊殺空越 這邊有機會嗎 Climus還在走 而且Daystar上去 稍微騙了一個勾 出來Why not走過來了 那現在BOG 預示著哪都好 但是人可以走嗎 先往前一錘 瞄準的目標 是想要秒竭力 但是他在 進場的之前 就被抓到 被16秒啦 那 進場的Akia 也被16的熊給燙死 Double Q 他被點到樂不朗 他一開始給的 這個Poke消耗沒有到很多嘛 你看這邊繞過來 然後 開大 想跳捷力 想跳嗎 我看他是就走進去欸 他就走進去然後 被看到 然後 就爆發 他真的很直接 他眼裡只有捷力欸 但我覺得這波打起來是 基本上是必輸的團啦 這BYG就是五個人 因為 這個菜亞是慢的 唉呀 這波可惜了 他就直接開大了 那瞄準的目標是誰 想要抓Keres Keres直接閃間跳開 但16的大絕騎 也沒有期待很好的效果 後面是Akia的進場 頂的目標是空越 那現在戰場分別了 成了兩邊 那下面的一波 阿姨收毛 打出了16的金額 而且Keres也沒血了 正面瘋狂輸出 閃間上前 立馬是拉開的身位 前面的Daystar也將16給收下 兩個人同拿到 而且Lav的大鱷魚開咬 咬出了空越的閃 還進去啦 不然其實這樣子 每次都是用大絕 有點就是盲開 然後抓人 欸 抓到了牛 那牛有堅定一致打開之後 其實他還是比較硬 他一直沒有辦法 觸發自己的列地衝擊 反而自己吃到了 潛航衝擊必須交閃 我覺得BETI玩得很好 剛剛BETI拉了 就A了一下的時候 拉了一個身位 讓對方不能WQ 那這樣子 欸 最後 Akia是在原地Q了一下 那在他沒有Q的情況下 BETI就可以往前走 喔唷 但Daystar突然一波雙踏到BETI的臉上 自己被暈住 閃上來要打一波的CC 但Daystar也是即時交閃 116稍微阻止一下 TEMP的時間來做視野 但是又是牛 牛沒有大 牛開啟了大絕 大絕剛轉好 但YNA這時候跳到了BETI的臉上 後面還有一個TP 但是正面被暈住 YNA被秒了 Daystar跟Lav同時TP下來 Daystar兩段踏步離開 而且有一個兩段大七八塊 鱷魚也想要走 但他走不掉 甚至在踏回去的Daystar也被116給暈住 這裡轉 都抱在一起的話 他是找不到機會的 又開大 又跳空月單 他跳進去馬上吃狗吃暈吃熊 吃到了起飛 但YNA還沒有死 後面Daystar進場的雙踏 再配合牛一波頂進去 但是沒有人配合Akia Akia又落單了 把牛賣掉 把牛賣掉 那Karis在往前勾 下面的利凱開了一個龍岸上的驚人 等到空月的到來上去 暈住了Limus 但Limus進化交大回頭 還想要利用自己的羽毛回過 還想操作欸 不過只定住了Karis一個人 已經BYG短短的幾分鐘內 就已經拉開了5000塊的差距 我飛體很兇啊 我飛體開大 開大了 那 鋼鐵雄獅 再一次打開 有嗎 有嗎 要嘗試跳 追得到嗎 跑很快跑很快 三追三 但是這一波的回購勾到了Akia 飛體被跳到了 飛體被逼出一個閃線 但是還是吃到了狩獵拋神 而且Limus 已經將Karis給擊殺 116衝出來 也把這個獅子給燒成的一種灰燼 Limus被熊給黏到 閃線上牆 想要利用羽毛的回光 把飛體收掉 但他沒有成功 這是一絲一波BYG的反打 但其實幾波看下來 他都是當開戰的第一個人 而不是先讓Limus poke 或者是牛先頂上去 就是這點就有點奇怪 我當Live的軍領天下 往前被擊飛 吃到了鉤子 空也跳上來 補上了輸出 五個人一起擊火 收割 那 現在似乎是想要嘗試抓一下 又是你嗎 又是你 開了大決 被勾四個人的擊火 雖然有減傷 但還是要再被一刀孤獨的恐懼 給切個很兩半了 那下面 是利凱一個邊兩個 回頭運作閃勾 把歪納勾了回來 那在飛到天上的時候 是直接上了西天 那Limus變大 也想要轉回自己的高地 這時候利凱直接切到Limus的身旁 知道你沒有大決羽毛的回光 我有驚人 驚人雖然按出來 但還是吃到了羽毛的傷害 有一個治癒 被提過來想要拯救一下利凱這一打 沒有辦法收割 還是被被提電死 這波的話 TB也在慢慢的往外探 再蹲一波嗎 一趟打兩趟 出勾 勾到Lim 這時候阿卡頂回去頂起了對方的中斧 但回頭盯住116 還有金的這時候跳進去 空越 跟對方的雷克 一波的拼搏 這是雷克 擊殺掉了卡麗絲 但前面的利凱已經無敵了 他往前的槌 反擊木帽擋掉了所有的普攻 Limus現在問題很大 但利凱還是選擇了撤退 這次大幻化回去也被一發蓄力一擊 給敲死一個比較危險的位置 其實可以直接動巴龍啦 因為有卡麗絲機吃得挺快的 那利凱走過來了 這是BYG想要來開團 掌握對方人數差的時間點 先按了大決 跟Limus互換 現在利凱跳上來 反擊木帽暈住了YNA 羽毛的回瓜 直接把利凱打成了半血 必須得先開武器中施 但左邊的牛已經被電死了 利凱再上去捶了上去 也把YNA給捶死 這波雲毛回瓜定住四個人 但是利凱還是跳了上去 拿了一個Double 再往前一飛 吃到了鉤子德大鱷魚 也被Betty拿了一個Double Q下來 一個零換五的團戰 輕鬆拿下來 贏一萬有點多 然後其實Betty他有個閃現 但他剛剛這個左扭右扭的吧 對方兩到三個集火他的人 就是還是處理掉了 所以最後這波團戰 還是在捷力賈克斯 無法被處理的狀況下 BYG零換五 要在第二場比賽 以23比8 33分鐘的遊戲時間 要來嘗試結束比賽 而且就是 真的後面傷害有點太高了 所以 娜蒂魯斯其實每次勾 都是勾到了 可能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